作者 红豆奶茶大杯 事宜不当 提供的力据不妥 新华字典被起诉了 12月15日 一名网友发视频称 正式起诉新华字典 已将起诉材料送至杭州市渔航区人民法院 该网友表示 第12版新华字典500页当中 丸子的注释组织玩弄女性 涉嫌违反出版管理条例 第25条第9项 第31页 别字的注释妖礼别的一支手枪 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 第26条 第284页 被雷坠造句 孩子小城的雷坠 涉嫌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 第25条第6项 另外 第12版新华字典的《窝字词条》下 没有窝扣 涉嫌违反爱国主义教育法 第37条第3项规定 据查询 出版管理条例 第25条规定 任何出版物不得还有下列内容 一 反对宪法 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 危害国家统一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 泄露国家秘密 危害国家安全 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 煽动民族仇恨 民族歧视 破坏民族团结 或者侵害民族风俗 习惯的 五 宣扬邪教 迷信的 六 扰乱社会秩序 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 宣扬淫秽 赌博 暴力 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 欺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 危害社会功德 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十 有法律 行政法规 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26条规定 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 不得还有诱发未成年人 模仿违反社会功德的行为 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 不得还有恐怖 残酷等 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爱国主义教育法 今年10月24日或表决通过 明年1月1日起 才正式施行 该法第37条规定 任何公民和组织 都应当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荣誉和利益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侮辱国旗 国歌 国徽 或者其他有损国旗 国歌 国徽尊严的 的行为 二 歪曲 丑化 亵渎 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三 宣扬 美化 否认侵略战争 侵略行为和屠杀惨案 四 侵占 破坏 污损爱国主义教育设施 五 法律 行政法规 禁止的其他行为 网友评论 看了一下他提出来的四点 玩弄 玩弄女性 累赘 孩子成了累赘 别 腰里别了一只手枪 窝古代称日本 玩弄可能是有些争议 但这个累赘和别 这不是很正常的造句吗 至于窝字 有网友查过了 说是新华字典第一个版本 从未收录过窝寇的祖词 一开始就没有 不能因为这样 就恶意揣测宾写者的心思吧